你长得这么丑还夹我 你打倒数第一还要带我飞真的是 这一定是德华代妹生涯的转折点 本以为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代妃妹妹 没想到却被妹妹吐槽又丑又惨 这瞬间让德华的自尊心严重受损 于是心如死灰的德华决定化身情感浪子 妹妹夹 卧槽 慢点啊 看看 好好看看 都是妹妹啊 哇 这个可以啊 哇 哎哟 哎哟 好 现在随便叫几个 德华哥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最终在德华的带领下很快就组好了车队 而德华也开启了自己的幸福时刻 Why? 我可以打普通 好好好 开了 由于这把是德华的代妹局 于是来到选人阶段就掏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旅部出战 没想到下一秒对面就拿出敏玥前来克制 这让德华瞬间犹如晴天霹雳 那么好打 完了 他又要选 但尽管如此德华还是决定用手法打破克制关系 来到线上德华就拿出了旅部强大的压制力 并且输出拉满差点一级单杀敏玥 虽然没能单杀但好在让敏玥掉了一波险 对于德华来说稳赚不亏 话音刚落连坡就支援了过来 德华本以为只有连坡一人可以打一波 殊不知连坡身后还跟着李白和周瑜 等德华反应过来想撤退以为是已晚 完了 我死了 快点快点快点救我 哇 你们怎么来得那么慢呢 你这么早点来 哎呦 全部都是大产 我靠 那能不能快点 李白等我都来得少了 你放开一点了 你知道吗 哎呦 不行了 她妹妹很多的声音搞得我脑子都乱了 经过上波也在德华心里留下了复仇的种子 复活回到线上就准备找敏玥一较高下 敏玥自知不敌还想撤退却被德华留住单杀 啊 这里这里看我 这波你还不死 不过很快敏玥也开启了反击 好在德华反应及时才逃过一劫 小强妹妹我来了 我靠 完了 她要杀我 你先上去给德华 德华 德华你别怕 我来了 我来了 她有单吗 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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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会 下路 下路又被 又被当杀了 快点去救一下她 队友刚走德华就遭到了连坡和韩信的围攻 队友本想回头救场以为是一晚 大哥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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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怎么没了 这多二了吧 一百两三八 A四三 A四三 哇 这个居然能推到 接着等德华复活发现连坡在欺负自家小桥 于是德华连忙上前帮忙给了妹妹满满的安全感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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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在这 满满的安全感 随后德华回到线上推掉上路一塔 周瑜见状还想上前阻拦结果直接被德华当场送走 我要杀这个周瑜 连坡上去了 华哥 快来 妹妹 哎呀 李白怎么又来了 给我刷了个大招 六分钟对面入侵几方野区 德华见状迅速赶去支援 并成功觉醒了边路之虎的残魂 这个也得死 这个也得死 好 得到妹子的夸赞也让德华戴上了嚣张面具 二话不说就要找敏玥一较高下 没想到面对德华超高的伤害 敏玥根本招架不住 小意思 小意思 这波德华本想指挥小桥单杀敏玥 结果偷击不成18米小桥还反被激活带走 敏玥你能秒吗 我感觉可以 我不能 我不能 我才可以 你能 你能 吹 对了 炸刀先开再放一技能啊 你这波细节不够处理的不够好 完了 我被 没事 来了 来 华哥来了 华哥 你来开了吗 没办法呀 已经是全输前进 给我约了 随着队友接连倒下 德华也被海鱼追击 奈何状态不佳还是被敏玥击杀 炸死了 炸死了 他管你 我在疯狂推他 他们赢过 你怎么死了 红巴布给他拿了 我看我被拎死了 我先把这个身上降杀了 八分半小桥在中路击杀敌方射手 而德华健壮也不甘示弱 开启大招落地横批将连坡秒掉 随后德华又在上路发现迷路的孙上香 二话不说直接带着孙病将其拿下 而经过上波也在孙上香心中留下了复仇的种子 复活后便带着连坡来找德华 完全不给德华放技能的机会就是一套 你还好吗 还好还好 我看你不挺好的 我来了 我来帮你报仇 他们两个总得死一个 不是 他被撞一下 一技能怎么空啊呢 真的没办法 随后对面拿下主宰准备强压几方中塔 德华顶在前面输出扛伤拉满 连坡只是多看了一眼就被瞬间融化 连同香香也被打成了英雄碎片 最终在德华的带领下也是一波平推结束了比赛 不仅完成了一人戴四妹的成就 更是当场戴上了嚣张面具向百万土鸡吹嘘自己的实力 那肯定了吧 那下 谁能做到一个人戴四个美女 还是用个编路过头的